赛德克巴莱全台票房已经突破了两亿 而网友现在也开始在恶搞这电影海报了 想要博俊一笑 有hold住节一秒变格格的版本 还有教授模仿海报发出通告说 学生不来上课就变教授当人 无厘头的创意非常搞笑 都跟您分享 当红电影赛德克巴莱海报被网友大搞哭嗖 来看看海报中间原本的导演和电影名称 变成了林老师 上的课不来 上头小标也被改成 如果不上课是你们最后决定 那我就让你们看见被荡的成绩 连上映日期也被换成选币休克 看来是张教授准备荡人的通告版 另外还有凶兆翻起来版本 记得派对是清朝主题 那就来看看凶兆的妙用 连莫娜卢道都画上害羞小腮红 来一秒钟变格格 电影上映后 网友怎能放过经典海报大搞创意 不但有交警开罚单版本 拒拆迁扛瓦斯桶版本 还有最新赛德克芭蜡版本 连同样当红电影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海报 女神沈嘉宜都变成了萌版芭来 还穿着雪白色短裙 真的让网友小凡 赛德克芭来在台湾掀起电影热 也激发网友创意 酷售海报纷纷出龙 也带来更多话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